大家好 歡迎收看市房速遞 今年通關之後首個五一黃金周 內地訪港旅客超過60萬人遲 市面情況非常熱鬧 到底有沒有大旺度5月份的工商店市場呢? 立即同大家看看 在之前記得訂閱Like和Share 以及按下小鈴鐺 有新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立即看看5月份工商店市場的數據 5月份工商店整體一共錄得319宗成交 較上月下跌近百分之一 總成交金額大約41.25億元 按月下跌大約百分之二十五 當中工客市場方面 錄得205宗成交 按月下跌大約百分之五 而金額錄得大約16.35億元 按月下跌大約百分之四十一 寫字樓錄得39宗成交 按月下跌大約百分之十九 今晚錄得大約八點零六億元 按月下跌大約百分之三十八 上舖方面 錄得75宗成交 按月上升大約百分之二十七 今晚錄得大約十六點八五億元 按月上升大約百分之十九 至於租務方面 整體租務成交一共1563宗 較上月上升大約百分之十六 整體租務成交金額大約1.2億元 按月上升大約百分之四十一 其中工商物業租務 錄得563宗成交 按月下跌大約百分之三 今晚錄得大約1893萬元 按月上升大約百分之四十二 寫字樓錄得606宗租務成交 按月上升大約百分之五十二 今晚錄得大約5802萬元 按月大升約1.14倍 上舖租務市場方面 一共錄得394宗成交 按月上升大約百分之五 今晚錄得大約4402萬元 按月下跌大約百分之四 中原工商鋪商鋪部董事王偉基表示 近期多了國內資金來港入市 令到五月份商鋪成交量增加 當中更有過億元的大手成交 在五月份的舖位市場 由於有些國內資金來香港買舖 所以令到成交量比起四月份 就增加了一點 大約接近80宗 四月份有60宗 也增加了20宗 買賣的銀碼相對比較大 都會有些國內資金追捧 來近六月份 我覺得加息的週期停 希望買賣中數會多一些 以及租任市場相對會多一些 美國債務上限法案近日獲得參議院通過 扭轉可能發生債務違約危機的風險 而今個月中聯儲局將會再次議息 市場都關心息口是否已經見頂 議息結果對工商鋪市場的影響 相信會在之後的數據反映出來 好了 今日的節目就到這裡 大家可以留言和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